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要來錄西遊記的第四回 想說第三回做了什麼 你看我之前的影片 你就知道了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頻道 按個訂閱 開個小鈴鐺 把我的影片按個讚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的親朋友看 也不要忘記叫他們按個訂閱 開個小鈴鐺 今天說的是西遊記的第四回 其他都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就知道了 第四回起鑊金光棒 為了那些猴子的安全 悟空決定教他們武功 所以悟空做了很多木刀 天天教猴子 練習武藝 一天 悟空悟悟不樂地問眾 其他猴子 我沒有稱心如意的兵器 怎麼辦呢 老猴就說 拜王東海龍王有好兵器 而且悟空又來到東海 用鼻水法分開水路 歡歡喜喜地去找東海龍王 來到水晶宮 悟空就拜見龍王王 我最近在練武 缺少合心意的武器 才就特意來 拿一件回去 老龍王 不好意思 推脫 所以 叫手下 拿來一把 乾大刀 悟空 不喜歡 擺擺手就玩了 我不會用刀 換另一個 龍王王 龍王由命令手下 換了一件 重達7200斤的 方天畫 這叫什麼 紙呢 完全不知道 大家如果知道這個 怎麼讀音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悟空就拿起這把 東西 就趁一趁 笑著說 太輕了 不順手 龍王很遺難 這個時候 龍婆和龍女 偷偷地 對龍王說 我們海蟲 那條 誰都拿不動的 神鐵證 好可以打發他 老龍 覺得他們 說話有道理 但悟空來到海蟲 只是看到一條 異象多高的鐵柱 就是 放出 萬度金光 不空摸著神鐵 就說 如果是 如果是 可以再小一點 再短一點 就好了 畫光樹園 那根 鐵柱 竟然變小變短 不空提起鐵柑 感覺很搶手 有件上面寫著 如意金光柑 重13500斤 不空太開心了 在水晶宮裡揮舞起金光柑 把大箭弄到一片混亂 嚇到老龍王膽戰心驚 不空又向老龍王說 要規格 老龍王墓 只好 要被南海龍王 北海龍王 和西海龍王 帶來金棺 金格 和暴魂鞋 不空穿上 灰格 揮舞著金光柑 威風鈴鈴 一路打出水晶宮 好 那我們這條片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